《汉朝最厉害的皇帝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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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恐怕刘邦也不能算 严格说起来 其实东汉台国皇帝刘秀都比刘邦厉害 刘秀虽然是汉室宗亲 但他跟刘备一样 因为推印令的史史 到刘秀这一代时 他只有几亩佛田和耕种了 但刘秀最终还是崛起了 刘秀的创业之路不比刘邦容易 然而要说汉朝最厉害的皇帝,其实也不是刘秀,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皇帝,比刘秀更加厉害,此人就是刘兆,集汉和帝,都是很少人提到他,所以刘兆知名度很低,刘兆是东汉第四位皇帝,汉章帝刘达的儿子,生母是梁贵人,然而他生下刘兆没多久,就被窦太后勿见致死, 于是窦太后把刘兆过继来养,并且施主祭出,刘兆从小生的父亲喜欢,他四岁时就被封为太子,公元八八年,汉章帝去世,十岁的刘兆继位,集汉和帝,当时刘兆年幼,由窦太后垂帘听政,不过窦太后是个野心家,他一些任用窦士家族的人,而窦士家族的成员,因权使勋迁为所欲为, 结党零私,把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,汉和帝虽然年幼,但却看透了这些人,公元九二年,十四岁的汉和帝突然出击,一举搞掉了斗士家族的官员,同时把斗看后软禁,肃清了朝中斗士家族的党羽,相比于康熙皇帝十四岁搞掉老拜, 刘兆完全不比他弱,汉和帝亲政后,必经图治,重用贤臣,他勤俭勉励,不见女色,在他的智力下,汉朝大破北匈奴,收复西域,达到东汉最强盛时代,史称永元之龙,汉和帝那么厉害,为什么后世知名度那么低呢? 原来是他英年早逝,公元一百零五年,汉和帝因病去世,年仅二十六岁,是好孝和皇帝,妙号墓宗,在唐朝之前,并非每个皇帝都有妙号,只有那些有作为的帝王才配享有,可惜汉和帝的妙号,到汉县帝时被撤了,所以,如今刘兆的知名度很低很低,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